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楠楠 你来了 派我去刺杀皇甫衣的人 是不是你 你在说什么 楠楠 红蝶 我果然没有记错 原来你家治的毒 就是九霄伞 你是如何知道九霄伞的 是你 派人给我喂下九霄伞的 楠楠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怎么可能给你下九霄伞呢 等等 你的意思是你中了九霄伞 什么时候的事 前段日子 我被人强行喂下九霄伞 对方以此要挟我刺杀皇甫衣 刚才我得知 治这蛊毒的人 守安处有红点 而且 能治这蛊毒的人 天下间屈指可数 除了你 我想不到还会有谁 是他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追究原因已经毫无意义 姐姐的死时事时 我要让皇甫驾付出相应的代价 我要让皇甫义也体会一下 最心爱的人死在他面前 却又无能为力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奶奶 这件事情我一时半会儿 跟你解释不清楚 总之 九霄伞是非比寻常的古毒 其解法 你怎么啦 你怎么啦 你的眼睛 没什么 刚才说到哪儿了 啊 对了 九霄伞 没错 是我给你下的九霄伞 我命远去寻找刺客 谁想到他们竟然找到了你 我本来对你也不抱希望啊 谁承想 你总是能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你怎么了 怎么在换了一个人一样 你刚刚 你只需要乖乖的听话就好 因为世上没人能借九霄伞 只有我 只有我 什么意思啊 不是所有的古毒都需要解药 九霄伞乃万古之王 其解法更是非理寻常 你很幸运 尝到了九霄伞的滋味 我不明白 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为了复仇 为了让皇甫一痛苦 因为他们活该 活该你明白吗 你是不是也听说过 皇甫家曾经赏掉过一个女的 那个人就是我的姐姐 傅涵姐姐 怎么是她 杀人长命天经地义 是时候让皇甫家付出代价了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为什么傅涵姐姐她 够了 怎么 你是不是不相信我说的话 我对了 在你心里 皇甫家的人都是好人吧 道貌安神 愚蠢之极之人 与其跟他们同流合污 都不如 你嫁给我 说不定哪天我心情好了 就把你这孤独给解了 小语哥哥到底是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而且又为什么突然让我嫁给他 卑鄙无耻 你竟然给南南下九霄伞 你明明知道九霄伞的结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重骨之人跟下骨之人缘方 另外一种是 入嘴 对 选第一种不是更好吗 你就可以和你的南南双宿双七了 他所爱之人并非是我 我是不会勉强他的 做人何必虚伪呢 不如正视自己的欲望 我与你说不通 我是不会勉强南南的 我警告你 你要是敢把九霄伞的第二种结法 告诉别人 我保证 你的南南会死得更快 不要伤害南南 她是我的底线 南南南 南南 我劝你不要耽误我的路 所有与我为敌的人 都不会有好下场 那婚宴之事就这么定了 聘礼择日便会送到陆府 好好好 虽说我们两家之前有些误会 但毕竟现在喜事将近 大家呢也都和和其其 我家昭昭啊 能够得到皇府少主的青睐 我这个当爹的也替他高兴 你看看这个喜宴跟聘礼 喜宴 聘礼 赵州 来来来 你来得正好 你跟皇府少主的婚事啊 就算是定下来了 这孩子 我这是说错什么了吗 赵州 赵州 你怎么不理我呀 我不会 我不会 我 我 我 小公聒 宁愿闪生一阵灯 不见鬼人 心若 生了锁困与围城 造花浓 人相爱却要离分 莫非是那宿命 偏偏要不能及 莫非只能断了这份情 纵然有万点潮汐 万般的温馨 轻微是一节 那欲绝尽碎裂 就是心底妖情 可如今却有所一刻珍惜 这一片 何时梦在相见 或是再也不见 梦问是否挂念 我今却有所一刻珍惜 我今却有所一刻珍惜